歡迎來到Board and Cut Games的教學 現在繼續默塞經運的遊戲教學 這一部分我們會講述 這個遊戲是如何 end game 如何贏 和努情是如何 遊戲如何贏 遊戲分兩個陣營 一個是姦徒 另一班人就是受害者 姦徒的目的就是 他要這班受害者 應該這樣說 他會調整的 受害者如何才贏 就是他有一半人以上 其實只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 因為他會告訴你 說明書裡有多少人玩 就有等於有多少人逃出 成功逃出 那就贏了 好了 因為成功逃出 就是他首先要找對 安全的房間 在最後的回合 或者 還有end 他必須要先解讀 即是綠色 如果去到那個房間讀 他才可以算是成功逃出 好了 那姦徒就混入 不要被人成功逃出 OK 我們就說遊戲的階段 遊戲的階段 基本上我們會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發言階段 這個階段裏面 我們就因應房間的 號碼大小 如果相同 如果想到房間 就把密室的法則 即是S和L 再決定一下 這個時候 我們每個可以 獨立說話 例如我下一個回合去哪裏 做些什麽 誰幫誰 整個都吹完水 然後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移動階段 一開始 我們每個人都會在零 這裏去到出發 在大堂裏面 另一個房間 現在是六個人玩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移動 那怎樣移動呢 其實我們 一開始 因為全部都零 我們就 根據密室的法則 即是 現在是S 最小的號碼先移動 就是這麽簡單的 好了 如果我們玩了幾次 之後 那全部都分散了 那我們要先移動 那誰先移動呢 就是 房間號碼最小的 就去移動 就是這麽簡單的 那 移動 基本上 我們每個房間 那個人數 是 融立的人數 是沒有上限的 例如十何房 你側繞一條 進去都可以 當然 我們一定房間 是否鎖了 我們可以進入這間房間 那 我們會有鎖匙 那 你鎖匙已經開到鎖 那這個鎖匙 你們可以 我們可以去到交易的 或者是我們投票去到 被誰的 那之後到第三個階段 我們全部移動完了 那第三個階段 移動之後 就 放一個 就不簡單的 好了 那 我們這個回合 我們必須要移動 我忘記說 必須要移動 那移動的方法是什麽呢 它只可以選擇 垂直 或者打橫移動 並不可以 我進入這間房間 一號 它不可以跳去這裏 或者跳去這裏 是不可以的 它只可以選擇 這樣 隨便打橫移動 那你每次的移動的格數 就是兩格 那你自己決定怎樣走 那 除了在零號房 它可以選擇 移動之外 或者它在第八個回合 或者第七個回合 看你成不成功拆彈 好了 最重要是 尾二個回合 那你就可以選擇 停留在空中 那方便你去到 最後你成功逃離 好了 那 剛剛說過 那之後移動 又變回這些時間階段 那 到 第四階段 就是執行的階段 那執行的階段 我們在移動 然後我們不是馬上 但是 一移動完 一移動就即是看房間的 一些特殊的東西 我們是移動了 全部移動完了 接著 放上這個褲 然後再看房間裡面 有什麼特殊的技能 或者你會做這些行動 那這就是行動 執行的階段 那 執行的階段 我們由零號的房間 從小到大 每間房間都會執行 每個房間的東西 剛剛說過 可能是核彈 可能是拿線索卡 可能是拿一些行動的東西 投票 可能會是解讀 這些就是行動執行的階段 好了 然後第五階段 那是思考的階段 思考的階段 就是 讓玩家去思考一下 怎樣的行動 當然沒用 好了 我們如此 就去 玩完之後 好了 今天我們 大家心中有數 就知道 哪間房間 才是安全的 對 那你就去到 過去的房間 那你就贏了 當然你解讀 先 最重要的就是 好了 那 這些線索標記 其實我們可以每個人 根據自己手上的線索卡 告訴別人 這間房間是什麼 例如 五號房 我抽到一些線索卡 是說 這個11號房 解釋的11號房 是不安全的 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11號房 靠叉 就是這樣 好了 好了 這樣就被人參考一下 對 那你都可以從圖文裡面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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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絕對是會有的 好了 我們如初就去玩 八 或者 九個五次合 到最後 那些玩家 可以去到 那間安全的房間 就成功 逃離到這個 密室的了 密室經文的 遊戲教學